比如說 哈囉哈囉 哈囉 唉喲 那明 zasad 上線的 哈哈 感謝大家 等一下 等一下10點開始 我們的 我這邊有個偶像 我沒有聽到回音 這還好 ok ok 那還好 因為我有關 對不起 掌聲是我沒關對不對 等一下我們的魯律師上線 大家不是明天要上班嗎 怎麼今天晚上 今天大家是邊這個加班邊上來聽的 今天補班 我們今天很開心 我們邀到魯律師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跟這個法律相關的AI議題 魯律師來了 來來來 可以幫忙Cue一下魯律師 有 邀請了 喔 請問有聽到嗎 嗯 有看到嗎 魯律師來了嗎 喔 魯律師上來 魯律師你要開麥克風就在講話了 要不要試試試看 欸 請問有聽到嗎 這樣有聽到嗎 欸 他下線 沒關係 慢慢來 慢慢來 我們一步一步來 有請問有聽到嗎 有了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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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會有嗎 有 我有聽到一點點回音 有 我有聽到一點點回音 呵呵 有了是你那個電腦的喇叭要關掉 對對對 不知道再麻煩一點點 OK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雖然魯律師是顏值擔當 但今天大家看不到魯律師的臉這樣子 想要知道魯律師長什麼樣子 大家可以google一下 這個 魯中漢 中是中心良善的中 漢是漢靈出版社的漢 OK 好不好 魯中漢 大家可以 就是google找一下他 或是你也嘗試看看用 Bud 用這個 ChairGPT找看找不找得到他 OK 真的 OK 好呀 我們10點了我們就準時開始 感謝一些夥伴線上的參與 一起來參加加班場的Live Talk這樣子 我們Chair AI的一個線上節目 然後我們最主要會錄影 所以會錄音錄下來放到Podcast上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聽我們之前的幾集內容的話 大家就可以在Apple Podcast Android的或Spotify 上面都有我們 YouTube上面也有 都找得到這樣子 OK 好 今天非常開心邀請到了 魯中漢魯律師來到我們的當中 跟大家分享一下 跟法律相關的AI的議題 為什麼會有這一場呢 就是因為上次我們幫AI小區埠體長 那真的是當下真的是意猶未盡 聊得非常非常開心 因為我是阿峰 就是我很喜歡到 我很喜歡法律相關的劇 然後曾經還叫律師帶我去法院走走這樣子 我就非常好奇 法律在AI的項目內容這樣子 我會簡單介紹一下魯律師 然後待會讓魯律師也可以簡單介紹一下自己 魯律師他是威律法律事務所的副所長 然後他敏激勤勤 但就已經到副所長這樣的等級 而且他是非常顏值擔當 不只顏值擔當怎樣 他在各個地方也擔任過非常多顧問 包含台北市產發局的創業辦公室的顧問 以及台北律師公會行政 行政法委員會的委員 然後也是全國律師聯合會 第二屆文創運動及威樂法的委員會的 副主任委員好不好 所以我們就歡迎魯律師 然後讓魯律師也來做自我介紹一下 謝謝魯律師 我簡單自由的介紹一下 我們是主要的是在 我們在一些的公司 還有運送內容 才能上的關 魯律師我提醒你一下 你的電腦的麥克風不能關掉 你喇叭可以關掉 但麥克風不能關掉 好 你GoogleMeet Yeah 有了有了 這樣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感謝 然後也謝謝風哥邀請說今天我們可以來討論一下 就是想說今天互動方式 我們也聊一下AI 因為AI這個議題應該是在很多年之前我們就開始使用了 但因為最近有像生成4AI這樣子的工具產生 我們或多或少在生活當中工作我們都會用到 但我們自己的客戶其實也很多也在問一樣問題是我用AI到底行不行 我用AI會不會侵權 我們其實也每一天每一天都在面對這樣子的問題 有時候我覺得這個問題是大家都在面對到的 是科技的發展我們所不能夠避免的 那所以我就覺得今天晚上10點這麼好的時間 禮拜五晚上 那我就來聊這個議題這樣子 那我是先把時間給風哥 讓風哥OKOK 對 OK我正要找你帥氣的照片給大家看 因為我們有一個LINE的群組啦 讓大家看一下你帥氣的照片 事實上我們本來禮拜我們這個時間點都是會邊喝個小酒 然後邊跟大家互動 他每天要加班不是補班 所以就沒有這樣做這樣子 OK好 那我們就也事不宜遲了 我們就丟到我們今天的正題 我們魯律師的老闆也有上線 但為了不讓魯律師緊張 我們就不邀請這個Ben律師上來了 OK好 那一樣的老問題 我相信很多人都在問這個問題 那當然我請問也可以用這個問題先Port 就是現在有那麼多的深層式的AI 不管是Me Journey Adobe Firefly 或是QRGBT 或是BAR 像BAR最近又更新了 又可以串到很多不同的項目跟內容 他可以生成很多的東西 那在現今的台灣的法律架構底下 那一般的消費者或是企業 他們在使用AI的過程當中 如何會比較安全 可以自己保護自己 彭哥一來直接我們難度直接拉到最高這樣子 我們就直接見到深水 要40分鐘了 好啊 好啊 要牽著40分鐘 好 我覺得這個要怎麼樣去保護自己 因為我覺得AI的這個部分應該是我們沒有辦法避免都不使用 所以給大家建議一定不會說我們不要去用AI 應該就是說我們波頭還是想說我們怎麼用AI會比較安全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今天討論的一個很重要的主題 那我想說我們就直接講它的關鍵是什麼 關鍵是什麼 關鍵是我要用AI安全的 它的關鍵是因為我有沒有辦法去確保那些原始訓練的素材 那些資料是乾淨的 如果那些原始資料沒辦法去乾淨的 沒辦法去確保的話 那我產出的成果就會有侵權的貢獻 所以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我回過頭還會去確保 我過去這個AI產出的內容 不管是它訓練素材也好 或是我給它的那些資料 是不是夠乾淨 是不是都已經符合或是已經去的手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比較基本的問題 這個關鍵還是這個 好 我們講完這個關鍵 那下一個就是我要怎麼樣去用才會比較安全 第一個最好的方式當然是我自己訓練自己的資料庫 就是能夠很直觀的理解就是我把我自己的所有素材 然後去訓練一個資料庫 它所揭取的資料都是我自己創作的 我用了乾淨的素材來訓練 那所有人都自己的 比如說像之前有人用steo execution 他搭配laura這樣子的玩 他用自己創作的素材當作主軸 用接入AI生成的過程去控制那個畫面的成果 可能用這種方式去特定出來說 我使用的素材和範圍裡面都是我自己的 所以不管它怎麼生成都還是在我所創作範圍之類做出來的 那這個部分當然就會是最安全的 可是我不是說我有個問題 那假設像今天我們是用TradeGPT去當model 然後來訓練我們東西 那TradeGPT它本身的很多資料 我們也不知道乾不乾淨 那這時候怎麼辦 還是像用meta這樣的 這樣已經他就很明確他的東西是open source 而且都是好的這種比較完整的 beta的這樣的一個model 了解我覺得像剛剛講說都使用自己的資料來訓練 這當然是最安全的 但是可能不是多數的人都做的到 剛才是很安全的但是可能大家做不到 所以最而求其次有沒有其他的方式 第二個就是說我用這個AI沒錯 但是呢但是我先拿自己的底稿給他 讓他用我的東西下去改 不是說我請他直接去生存 比如說我今天有一個文章我想寫了 所以我就先寫了一段之後我把它放進TradeGP 請他幫我修飾幫我論稿 幫我去做一些生存 這時候他有因為他的底稿是由我自己做的 所以他去生存的那一個產出的文章裡面 他會用我的這個底稿下去去做一個生存 那這樣子的做法雖然有風險 但是風險是比較低的 等於說我是輸入自己做製作的文色也好 製作圖的也好 然後我去控制他這些股價這些我希望有出現的元素 然後我再去做後續的調學 如果我給他生存完 我比較給他生存完之後 我再去做調整 然後到最後生出外來的這一個 可能就會比較降低比較薪權的這樣東西 我覺得這個反而是一般的可能比較容易做到的 所以人為的揭露還是非常重要 對就是要去增加像上面的這樣子的控制 去做一些人為上面的揭露 那當然他就會用AI的時間還要再多一點 但是他相對的話 就是用自己的資料去讓AI去做這樣子 這個可能是一個方式 然後第三個 如果今天這些素材我真的要用AI生的話 那對外使用會怕我會怕我會想要再做一個安全的做法 他其實就是做內部溝通的事 比如說我今天跟風格聊天 我想要畫一隻馬 但是這隻馬 非常用的 對就是非常用的內部實 比如說我覺得我們會跟葉子溝通說 我們有一個美術風格我想要一隻馬 提案的時候去使用 那這個的話其實就是一個內部當中使用 他不會對外做成直接操作成功 只是我們在溝通內部的這種美術風格 那內部使用工程式 大概就有這三種方式 我們回過頭來 那三種就是一個最安全的 使用自己訓練的資料工具 第二個是用AI做為一種修改的 先自己創作然後AI來輔助 對 然後第三種就是如果我做內部不要對外公開 這三種方式 通行做的就是你要自己這樣子 了解 我覺得應該很多人會在意這件事 因為有些內部使用OK 但有些人他就真的是 像我們有些朋友就是很熱愛創作 他就是用 像我們裡面有個朋友叫Sean 他就很喜歡把自己聲音拿去給AI訓練 然後訓練完之後去唱歌 然後可能用外國人的唱腔唱台灣的 像這一種用自己訓練自己的模型 然後訓練完之後去做創作 那就延伸到我覺得真的也是今天 我最想要跟盧玉師聊的 部作權相關的議題 因為我覺得這個議題非常有趣 因為這又先得到聲音 又有人科權的部分 這部分可不可以跟我們多分享一下 現在全世界包含台灣 在這方面的一些相關的一些進度 狀況 甚至有沒有被保護到等等之類的 了解 我覺得這一塊已經開始 在用的應該是像AI的V2 他會做一個 他會做一個生音的治療庫 然後他們的做法 我先說我們做 那就是他會做生用 跟生用 跟生用先 我先看來 大概就是他的生文 只有他能聽了 100個生用的一個生用 那當初我今天開發過一個 我就是 還是1到10號各取5 就是去搭配補充之後 出這樣子一個生意 做一個生意的資料 做一個生意的資料 就是在實務上 應該是已經有開始 那剛剛風哥提到 我今天我喜歡唱 我就是先把我自己的 就是把我自己的 用上聲音先用AI的方式 調整 或是下去做一些改編 這樣子 做一些調控 那因為剛剛有提到嗎 那是我唱下去的 這個聲音本身 還是我 可是我下去給AI改的時候 另外一個另外一個 參加或是另外一個國家的人的生意 那時候 我可控的 我可控的 當我被改成另外一個生意 在國家引發的時候 我可能 所以當我 當我透過AI剛才去改出來之後 我可能這一個 從出來上 我根本身 我沒有辦法去 或是一個 在過程中 上面是 或是 或是 那我覺得這個 因為這個 談到的說 那個VTuber 因為他 他的方式 是 他應該是 他都會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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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現在 我會談 他的人格選 或者他的聲音 他現在沒有演做我的手 他會選 所以這兩個案例上 就有一個 和指上的差異 AI操作 那個部分 他有沒有加入了一些 不知道的聲音 我不知道聲音 可能 沒有人的 人格 沒有人的生活 有些問題 這樣子 哇 像那種VTuber 他假設他80%或70%是用自己 那30%是用別人的 那些人他 他要怎麼去 主張這件事情 就是說 他用我的去 創造出他的聲音來 等等之類的 了解 所以他們在做的時候 他們是比較是 在一開始 我如果沒有彈進來 他們的資料都不收 所以他只收他們 他只收他們 他們有簽約的 這聲音收進來 這樣子 對他們在這個方式 在這個方式 在一開始的時候 他從一開始進來 就已經是 就已經是 篩選過 然後 那當然我們之前有聽到 有些案例是說 那個聲音資料庫侵權 那可能很重要 那可能 有一些聲音是沒有 或者是沒有 或者是沒有 我也有聽說這個故事 我聽說這樣的故事 好 其實我好奇一件事 因為我覺得聲音 受賢這件事很可怕 就是 我今天例如 我盧律師聲音那麼好聽 我跟他談了受賢那樣子 但是其實來說好了 我這個談好 但你 假設盧律師不是律師 我任何盧律師 沒有什麼法律支持 我想說盧律師 空空的跟我簽個A專案 除了A專案的盧律師用5% 但我可不可以在B專案裡面用3%或4% 但他 但盧律師不會知道 真的可以保護事情嗎 怎麼做到這件事情 這才可以比較好奇 了解 我覺得這一塊其實會 他如果真的是要在示範當中做矩陣 或者是我覺得我聲音被侵權的 有個真的有在示範當中 可能怕那種 聽得出來 又要混亂很多聲音 除非說我的聲音 或者是聲音用的聲音 他比例拉的非常高的時候 聽得到很適合 聽風這樣子 對那個聲音很好聽 對我可能會發生這樣 但如果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聲音比較強 聽得出來 聽得出來 這個聲音是 這個聲音是 超主觀的 我覺得很像 但他覺得 法官覺得不像 怎麼辦 這個通常就會先起訴 之後來叫阿正去 可以去看他後面指導 可能我就會跟訴 叫阿正去 他說那你提出來說 你這個聲音是 哪一個跟哪一個都合 他們在一起 這個可能就是 不用說 應該是還沒有到這個問題 是台灣 沒有到 如果有這樣案例的話 我覺得我們可以來 我也會 可以來 我覺得如果有這些案例的話 我覺得我們威律的聲音應該 會非常非常好 這感覺 我感覺以後 應該蠻常發生 而且感覺小蝦米跟 這超難 超難取證的 假設今天 某個金控某個大集團 用類似這樣的東西 像之前我朋友就幫 台信金控跟一個導演合作 然後導演的聲音就用 就是 台信金控就拿來做生存 然後你在網路上打字 就會變成那個導演 在用講聲拘發力 例如威律法律事務所很棒 他就會講 威律法律事務所很棒 這樣子完全是生存 如果今天假設這個金控 拿去用到別的地方 這怎麼矩陣 我們要去 我覺得超難的 對 這個就有可能 或者是像大審議員 他可能會公開他 後面的這些數據 或者他很大的 去找給你說 後面的事情 其實在這種程度 不好意思 真的發生的話 其實也是一個 很大的事情 OK 可是我好奇說 在AI深層這件事情當中 因為我覺得 這些是比較難取得 有沒有一些法律的議題是 過去就很像AI的概念 就是過去 也是可能沒有發生過 但後來因為某些事情 所以慢慢的有這樣的一些 法律的保護 像我自己了解的著作權 或者是專利 就是這樣的概念 可能以前沒有著作權 沒有專利的概念 只是後來大家開始去做 開始很多的創作 很多的這些發明跟研發出來 所以慢慢的很多的創作者 或是科學家 為了保護自己的這些議題 所以法律才開始介入這些東西 有沒有類似的案例可以 或者是類似的法律的狀況可以 跟大家分享 了解 我覺得這個就會回到我們下一個 可能會要來探討AI的主題 就是AI生成的成果 到底受不住 要做很保護的這一個議題 我覺得翁哥給我一個非常非常棒的 我想直接往下面 謝謝翁哥 那這個意思講 因為AI的生成 沒有收縮的 這個是在目前 如果去看那些 我可以講解法律 大概會會討論 我們剛剛討論第一個 就是我用AI會不會討論 下一個帶來一次在關心的就是 我用AI創作出來 生成出來的這些 到底有沒有受到做過 因為我們最近看的 其實 他大部分都會覺得說 如果是用AI 可能 直接生成的部分 就不受到做過 會有這樣的結論 所以有一部分很多的文章 就是 並且生成的成果 有沒有受到做過 那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要回頭來 因為我們今天討論的是 受到製作權報酬的這件事情 我們不是在討論說 AI生成的成果 沒有這種商店 這樣子 他生成的成果 我們討論的是說 有沒有受到製作權報酬的這個制度 對 他回答這問 製作權報酬的這個 一個是你要原創性 另外一個是 另外一個是 能夠使用 人的經驗創作成果 才會是受到製作權報酬 所以這個地方 就回到剛剛風哥提到的 AI AI本身 他可能不是一個人 所以他會不會在這個本質上面 就跟製作權法的這個保護的體系 會不太一樣 那所以我們今天如果想要去想保護 像AI這樣生成的內容 想要做一個制度給他讓他做保護的時候 可能就會有討論說 我們是不是要透過修法的方式 來保護像AI的這樣的創作 那在那之前 如果我現在在製作權法的這個架構 下面來討論的時候 他所面臨到的第一個難關就是 他是不是人的精神創作的創作 所以這個地方就會遇到 這個問題 好 這個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想用一個案子 一個案例來跟大家分享說 就是精神創作成果的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 修法權法要保護人的精神創作成果 那我想問大家就是 那為什麼AI生成的影片不算是人的創作 為什麼大家都會這樣 我用AI AI也是人做的 AI是人把它做出來的 那我今天使用AI的時候 為什麼他不算是人的創作呢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結論 就是我覺得這個問題是很合心的 就是AI為什麼不是人的創作 是不是因為控制性的問題 對就是因為控制力的問題 這個是一個很核心很核心的關鍵 就是人的創作 為什麼會引導到說控制力的這一塊上面 我覺得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先用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我們以前在 我們一直在拿手機在拍上 我今天去拍一張照片拍出來的時候 他可能他當中曝光 他當中的這個疊神 或者是這些快門的速度 其實都是手機幫我控制的 我們以前就在用這些AI的技術 可是當我今天拍出這張照片的時候 我不會覺得這張照片不是我的事 我都會覺得這張照片是我的事 我都會覺得這張照片是我的事 可是為什麼現在我們有一個問題 我用深層式AI去設立一篇文章的時候 大家就開始自尖自尖自尖 這當中的差別到底差來了 這個地方會不會差別 那我們再舉一個更近一個例子 就是之前在這個創造也有 就是當我們今天看過去 比如說他看陳人波的畫圖的時候 他是拿筆畫在畫紙 他畫下去的時候 我覺得那一支筆是陳人波的工具 陳人波跟他是人跟心 還有那筆是畫為一體的 這就是他的工具 他百分之百控制者他想要畫幾個畫畫 所以當他畫完那一幅畫之後 我們覺得這一幅畫一定受到住的全保護 而且他製成很多的畫作 這個沒有問題 讓我們科技發展到下一個階段的時候 大家會不會接到就位 那在就位版的創作當中 我很多的圖層 雖然我還是自己在畫 可是我很多的圖層 很多的地方是 我可以通過天繪版工具 很多的地方是 我可以通過天繪版工具 跟陳人波當初在畫畫之後的創作方式 可能已經不一樣 可是當我們在剛開始 有邊會把創作出來的成果 因為我覺得大部分的內容 他會把創作出來的 他會把創作出來的 還是的那一個作家 他知道自己一筆一畫 或是他覺得他會顯示什麼樣子 他覺得他創作出來 所以他對於內容這個時候 還是可以通知 所以我們認為用這個圖會把力量 可是到AI的這個時候 我們在AI其實用的是下指令 讓AI去創作 我跟他說我需要一個 一個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的情境 然後又需要哪一些元素 他就幫我做出來 可是這時候可能會出一十五不一樣 因為我每次下指令 他給我的圖都不一樣 這個時候我發現我的思想 沒有辦法貫穿的表達到我最後面的工作成果上面 因為我很多的當中的那些表達工作 我都交給AI幫我處理 這時候人的控制力不足的時候 我甚至是要到創作生成最後一刻 我才知道創作成果是什麼 這時候我發現我們的控制力持續的在下降 從一開始層層破用手用筆畫到電繪板 到現在的用AI直接去做生成的時候 我們的控制力持續的下降 這時候我們可能面對的挑戰 就是回到諸多權法那個核心問題 就是他到底是不是人的經驗創作 如果我們把很多的工作都交給AI做的時候 可能跟人的精神創作成果的這一個要件 可能就未必搭得上 那所以我想要主張他受到諸多權法保護 他是一個受到諸多權法保護的著作的 這個命題上面可能就會有一個裸差出現 所以回到最後最初的問題 就是AI真的會有著作權嗎 其實問題就是在這個部分 AI不一定沒有 我想問一個問題 像現在不然是用Meture 或State or Diffusion 事實上我覺得來說好 現在我用Meture就用的蠻爛 做東西就比較糟糕 就是我在思考的事情是說 當這些AI的工具 當他開始不斷的進化生成的時候 他就開始分成 有人用的很強 有人用的是很普通的 有人用的 甚至用的真的是蠻糟糕蠻爛的 這時候是不是以某程度可以證明 是有控制的 因為我用Meture用了很久 所以我知道怎麼下Promise 然後Promise 人家可能都下一兩 我下可能是2500字 所以我創造出來的圖像內容 是更加的完整跟完善 那這樣的話 我也覺得這個未來社會主持 因為如果當我今天下 因為我覺得它始終是一種工具 只是我對於這個工具的控制力 到底有沒有到 我們認為值得備注 主要保護的那個程度 我覺得是這個樣子 所以當我今天下的指令 幾乎都跟用筆一樣精準的時候 到那一刻可能就比較不會去質疑說 不受豬肉權的保護 我覺得那個是科技發展的那個階段 還沒有到 我覺得可能我們現在理解還沒有到 但是如果真的到達那個 控制力的程度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它有可能會受到主要保護 那就變成是法官或是法律的這些制定政策的人 他要認為真的要跟筆一樣精準的時候 哇好這個感覺 大概那個控制力可能還是要到 就像一開始電回版出來之後也是蠻多人 覺得說這個可能對於這個創作方式有質疑 對我覺得可能科技發展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可能大家會就開始發現說它可能是生活中一部分 而且控制力越來越高 它如果可以跟我的熟度 就是核心就是你的思想 會不會透過你的去做那種貫穿 表達很精準的時候 那那個程度可能就會發生這樣子 可能就會受到主要權的保護 那如果一直做不到的話 當然有一派的見解是他覺得說 我們就來修法 修說用一個這樣 為了AI所出現的 如果制定的這樣 就是我們要Ai的方式 我們就特別律法來為它做保護 那這當然討論也有很多種 那如果回到現行法的這個下勾下面的話 我們可能會比較關注的 還是在控制力的這個階段 那控制力的這個條件 可能像在這個優勤 就是美國做選舉 他其實他講的也蠻明白 他就說為什麼沒有說做運保護 他其實主要的理由是在控制這個階段 控制力的一點上 現在台灣今天我們也有一個夥伴 他是在政府單位裡面做事 還有分享一份paper是講行政指導 對 各國行政指導 大家可以往我們的色情 往上滑一點點 Peter Peter是我忘記再問一下背景 他以前也來分享過 對反正他就是在 應該是Gillyme那邊 這也是在做這一塊 AI相關的法律相關 他這也來分享 我覺得這應該蠻有趣的 有空大家也可以來探討探討 對 我知道我們AI小劇有非常多律師來分享過 對 非常非常好 那我再想問一下 就威慮我們這個事務所 現在一段時間內 有沒有你們自己在實務上當中 最容易被 應該說最容易被問的人應該已經問過 就是AI怎麼用比較安全 有沒有哪一些是實際上可能真的發生 在你們客戶當中 當然你們可以揭露就揭露 對 你們應該很清楚 可以揭露就揭露 有沒有一些具體真的 已經發生過的一些狀況 對 如果像這樣子 有已經實際發生之後 可能要來客戶的周醫師 像周醫師有沒有要分享 周醫師在嗎 他在 OK 他現在是哭哭臉 哈哈 周醫師今天應該在帶小孩 對 好 我覺得有一些建議是會覺得比較重要的 就是 其實客戶會蠻 像之前 呃 行政院這邊有修草案 有修一個指引 對不對 他指引有講 我們以後未來行政機關在做 在使用AI的時候 他有做一些方針上面的控制 比如說 他就說 機密的文件 你不可以丟AI 為AI 那AI探索資訊 你要double check 或者是說 你用了AI之後 你要揭露說 我有使用AI這件事情 我覺得光這三個點 就是會蠻多 就是應該是說 大家在使用上面的時候 就已經 抓到這個使用AI 然後他最後一個要求是說 要求以後採購的廠商 都要遵守這樣子的指引 等於說我前面有說 東西機密文件不能為 然後 生成是AI 你用的要接通這件事情 以後去做採購廠商 要遵守 就變成說 我可能未來這些使用的機 都會回到這個採購廠商 我覺得對採購廠商來說 應該是蠻重要 也會 也許 腳自白一點 就是要賺政府的錢 就是 對 對 就是會有這樣子的 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其實也會被問到 好像各位也會在意 因為很多客戶是接這個時間 他會問說 那這個 未來是不是我用AI 就要接我 可是我真的不想 所以客戶會問 現在是指引 基本上也就是給大家參考 對 但真的要進入到政府的法規 我覺得應該還是要有一些關鍵的事件發生 然後 對 沒錯 OK 不然你說 然後另外一個 客戶會問的是說 因為他們也會 有些人是也會發包出去 可是人家給他東西 他就 他也會想 他自己投資於網站上面 他自己上的YT 或是他甚至是拿去 取台上面指引 那他就要確保說這些東西 那用AI做的 去主力的確認 所以這時候 他就會回到外 問問 可能我要處理他 怎麽要是避免這些事情 或者說我不希望我能下口 給他使用 那我要處理他 那其實就是在先合約的時候 你開始就要寫什麼 就是說能不能使用AI去做生存 只是說用生存的時候 你才能下揭露 或者是請他提供 他可能是提供說 你這個創作計劃流行 這個是一些在解合約上面的事情 大概我們會比較常 所以以後不會 因為像合約有 大部分的合約都會有 後面都有這些自私的規格 例如就是這個 如果打官司要在哪個法院 然後製作權規誰擁有 以後不會就多一條 就是多一條就是什麽 什麽 以邦怎麽樣 然後你要揭露 等等之類的 然後你要把什麽資料 有點像寫程式演 程式要提供給賈邦 什麽等等之類 會不會變成這樣 我覺得有些業主在意的 他可能就會這樣子 因為比如說我覺得有時候 是你上去可能上串流 或者是內容產業他在用的時候 他出去了之後 他可能又會用很久 在上面串流 都到其他國家去 可是每一個國家 或是他出去的 對耶 說你的東西絕對沒有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 現在可能還沒有到 這麽的一直發生 可是我覺得未來大家可能會 有越來越在意說 AI這塊到底是什麽使用 而且我覺得剛剛講到的重點 我順便提一下爲什麽 盧律師特別提到串流 然後上平台 因爲摩威率有服務非常多 娛樂相關的產業 所以事實上 台灣有非常多娛樂相關產業 都是我們娛威率的客戶 所以他剛剛提到這 我覺得這蠻重要的 因爲現在有 因爲不只是AI 實際上現在很多的平台 你一上去 因爲Spotify好了 或是Netflix 你一上去 你不只是被某一個國家的法規所 控管 你可能到不同的國家 你要按上去的時候 可能就有相關的法律 那怎麽樣去 那這我覺得好難 如果你用AI 然後去創作這些東西 你怎麽符合歐盟 又符合美國 又符合 我不知道到中國 應該不會到中國 又符合日本 之類的 這感覺是一個大難題 感覺優惟率 感覺錢可以賺很多 我餓了 又要再Cue一下 又再播錢 OK 好 我們現在差不多35分了 因爲我們現在 這個線上有很多好朋友 也在線上 我們也開放一些時間 讓大家來互動一下 包含像我們的好朋友 希望我們每一場都來 對希望這個是 生存自製AI的愛好者 一個好朋友是SOGO SOGO 在4A廣告圈也非常非常久 現在在4A廣告的青年協會裡面 當理事長常常跟各個 各個廣告一起互動 有些紅包不是那麽熟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你想要問我們的盧律師 周律師今天我們就不打擾他了 問盧律師的 你可以使用我們的取手功能 好不好我們會Cue你 讓你可以今天至少接待15分鐘 不收大家錢 OK 像有取手了 像是不是想要問一些問題 我們Cue像講話 如果你害羞的話 也可以在Line的群組裡面問 然後我幫大家來發問 這樣子好不好 Sean你要先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然後介紹完之後 你再來問盧律師問題 大家好 今天就在用AI 然後就開始我發AI的新聞 讓人 就是大家講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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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要一個問題就是問律師就是說 現在因為生成是AI就非常的強 現在你可以拿一個五歲的小孩 然後拍一個小孩就可以畫一個 非常厲害的照片 這樣子你能湊到保護嗎 如果 那前提是說 五歲的小孩就是一個照片 就是我自己做的 對 就是說他五歲的小孩對不對 他畫了一個就是很隨便 那個人圈那一座 可是創作的 對他是創作的 然後拿到照片就拍了 然後用image to image 然後他長的就跟他原本圖就不太一樣 這樣子這一個圖也沒有到保護 我了解 先律語是前面小孩子畫的 小孩子畫的那個應該會 因為我們美學不是 其實畫的比較有創作在裡面 就是只要有創作的成分在 整個創作它就是會有 可是它進去AI裡面之後 進去裡面AI的那些改動的過程當中 我們其實已經很難去辨識說 它這個改動本身是不是一個改變的 它是AI的 它是評價說 最後面那個出來的圖 那個本身上面的圖 才覺得很虛弱 那我覺得這個也很難不成功 因為進去裡面之後 我不知道在於公主 它就是把這張圖當作是一個像指令一樣的概念 還是說它是舊架很快下去改 其實我們不知道 所以如果要去討論說這張圖上面的成果 是不是都作權保護是歸屬的問題 我覺得都會有困難的理由 好 謝謝 好 尚就這麼一題對不對 好 我在猜想 我覺得Shawn的這個問題其實很難 其實我們是在事務組裡面很重 但我今天一部份的創作歷程 是AI所介入之後 它最後面 跟我說 想來是 因為它被AI介入的這個歷程 它會不會被評價是一個 可能就會有質疑 因為它在這改動的過程 可能是AI的帶來 不是人感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想說 AI不是一個人的創作 它這一段可能會變成在目的 我覺得川普也是一開始封蓋 看一下問題還是 對 趕直白臉就是目前也是灰色地帶 還沒有實際上發生的 因為我知道台灣的很多法律還是 事實上是follow美國那邊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這還是一個需要被指引的 張威爾是參加一個40地方法院的庭長 然後跟政府大會辦的活動 就是民間的律師都很希望地方法院 或是法院給出指引 然後法院就說 拜託你們不要來 不要來找我 等美國出來 這樣子 我覺得這沒辦法 就是要當第一個做這件事情的人 我覺得在全世界大概還是要仰賴美國 在做這件事情 so far是這樣 好 感謝你 現在上的問題 好 有沒有線上沒有朋友 有什麼特別想要問的問題 這個sogo是不是也在家帶小孩 我們sogo也是 家裡有很多隻小孩的 想要的都可以舉手都可以來發問 或是我們今天 阿桑今天也會很重要 就是我們的另外一個主持人 Kevin 他人在屏東 今天屏東比較熱鬧一點 Kevin如果有任何問題想要問我們的盧律師的 你都會打開麥克風喔 先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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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現在大家看起來比較冷靜一點 你可以問一下 可是明天要加班啦 大家比較不想問 好不好 最後五分鐘好不好 最後五分鐘喔 那我就 因為我自己是設計師 那我來問好 那我自己是設計師 那我們其實有時候就是會需要就是 可能生成一些素材或什麼 那 因為剛剛討論的都是說 我直接生成的那張圖 它有沒有受著作權保護 但是我今天狀況可能會是 我AI的東西可能是我設計的 整張圖裡面的一個小元素 那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 會對我的創作有什麼樣的影響嗎 就是會因為加了這個AI創作元素 那我的創作本身 就是可能會變得沒有 對 或者是說 可能我把Me Journey的一個 我請她可能生成一個 比如中秋節要到月餅的圖案 那我把它 拿著圖案去背之後 設計成一張新的海報 然後其他東西都是我的創作 但是可能就只有那個東西是AI做的 那這樣子的狀況下 它會影響到就是我的著作權嗎 或者是說可能我會有什麼樣的風險 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問題也是 Useco有處理 我覺得美國製作選舉 他們其實針對這問題有做一個說明 他覺得說是這樣 那個小的部分是AI做的 之外以外的部分也還是有製作選舉 除了AI之外 你都還是想製作選舉 所以我動此整張圖裡面 有部分的金屬AI創作 但是人類還是可以就 你實際參與的部分 所以如果一張圖的面積 也很小 譬如說能一直經營 而其他部分 整體來說你還是有 這沒有問題 但下一個是說有沒有風險 風險 我們都會做一個機會 通常就在AI做那個上面 他那個 都不會有多許的上面的風險 就是他 就他可能會有前選啊 在這個上面這樣子 但可能那個前提要發生 也是因為有人辨識的出來說 那個小的元素是用到誰的 誰被侵權的 但有可能會看不出來 大概是這樣子 要切 那我再問一個更白癡的問題 那我覺得假設 今天這個我有個logo 這個logo就是我隨便舉例 它是一個這個一把剪刀 再加上文字 但這個剪刀裡面剪刀有兩個柄 一個柄我用AI生 因為那個柄是我自己畫 文字也是我自己寫 我可以撐點商標嗎 我們商標老規定說 如果有侵害柱若權的話 可能就沒辦法申請 所以我們有這樣子的規定 所以我的那個圖裡面 萬一有一些地方 有可能有侵權疑慮的 如果被他發現真的有的話 那有可能我就是 就申請之後可能就被廢止 就是後面就會被拿掉 就會被撤銷了這樣子 但是那選體也是要看得出來 對所以這個地方就是 這個空間存放 所以我覺得這個議題蠻有趣的 同樣的一件事情 但在不同的法下面 一個叫做 你因為那顆死 但你這鍋頭還可以吃 然後因為那顆死 這鍋頭都不能吃 邏輯這樣 我覺得很好趣 這個部分可能 還可以找更多事物 因為那個比例是多少 他會不會是權有權外 是有比例的關係 這其實沒有太多的這種討論這樣子 但是法條的確有原因是說 如果有性態豬肉群的疑慮 就沒有發現什麼 就是可以拿人家圖 接著去申請 那這個就是重點 就是沒有辦法申請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也很有趣 這個問題會是比自己重要 因為我是在講的時候會很想的 我覺得 這也對我們今天邀魯律師來的原因 因為我覺得 雖然我覺得大家都覺得 法律是一個很無聊 就是好像一板一眼 但我對AI現在so far 在法律上面 我覺得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我也覺得是很好玩的 因為我們其實對於AI 我自己是抱著比較樂觀 當然他會有很多的 比如說倫慮什麼的問題 蜘蛛群的隱私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 他是應該要幫助我們的工作 去更順利的執行 我覺得每一種工作 一定都有一些部分 是可以用AI幫忙的 比如說他可能幫我歸納會議 以前我自己Google找出100張圖 可能這些工作可以交給AI 不見得是讓他節省 但是我覺得 或多或少都是會讓AI幫忙去參與 那我們會把更有 把我們創造力放在更有價值的地方 我是比較常常的 對 因為今天講的很多 都一直在說 AI的投資 不是因為說不要去用 我一直是說今天用了 可能我們要知道說 我今天用的東西在哪裡 但我又不願意去承諾 或是我有辦法去想 我必須有這樣一個空間 他去使用 但我最近有聽一個 Pocket 他叫做我特性的 我也覺得他講得好 那他的一開始 Herry 對他說他一開始 那個 他的那個 一開始 節目開始那個聲音 他就去用AI做 他就說 那他就說 其實他也覺得 應該沒有人可以走 然後 因為也不知道是誰是 誰是在想考慮 所以我就會比較去關注 像我聽到這樣子的時候 其實這裏面的想法是說 我們對啊 其實產業裡面 不只就是很多數 想想的想法 那這個想法我覺得 有風險 他就很危險 比如說我們看到我們 或者是我們有辨識到風險 但像他就是他真的有 他知道的 但是他覺得很充滿可控 所以沒錯 我覺得這也是一種 他在做AI的使用 很適合 我覺得我自己講 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就是 人有時候對怕就是 無知而害怕 但有些很多人面對到AI 是無知而害怕 但這就是 他即便害怕 但他是認知到 他了解這整個狀況 但他的害怕不是屬於 恐懼的害怕 他是 他知道可能會侵犯 但他也知道 很難找到 所以他運以這樣用 而且他揭露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有趣的過程 因為我們有一個夥伴 會不會舉手 這個夥伴分享完 問完問題之後 我們就結束今天的活動 然後最後也讓盧律師 來介紹一下我們威力 然後最後我也請Kaven 也來介紹一下 我們接下來還有哪些活動 這樣子好不好 阿國剛好舉手了 我們邀阿國來發言分享一下 雖然我不知道阿國是誰 阿國在嗎 嘿嘿 阿國你好 要不要先介紹一下你自己 要開麥克風 你要開麥克風 你好你好 你好 阿國你要開麥克風喔 阿國 哈囉 還是你單純直言 想來第一排 來擅長我們盧律師的容貌 你容貌 哈哈 有了有了 聽到了 有了有了 阿國 我是從生意學上的研究啊 完全是自己的一輩子的創作 但是製作權在 呃 要文字上還是說 呃 圖片還是說 實際的整聊 哦 製作權是比較便宜 像文字啊 文字啊 圖片啊 影像啊 聲音的這些 剛剛如果沒有整聊 他可能是一個專利的技術 他可能是一個 他可能是一個 保護的方向 如果您把整聊的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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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 就是用自己的方式 然後寫下來 這個部分 寫下來的文字 也有可能會是一種 這樣子 換位呢 換位 因為我是包含中心一的 中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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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一所有的病 我都是 呃 我的研究範圍 了解 我把整個地球 通通都熟透了 啊 清楚到人類演化 進化的過程 才 創作出這個 這個 了解 那如果 這樣子的 所有的概念啊 把它寫出來 對上一個論文 一個 一個 一個分享 一個 一個 嗯 像書記 那他粉絲也會收到 一個 做選擇的 範圍很快 很難 對 範圍不會被建設 因為 我們 不會限制 說一定是 寫哪一種範圍 寫任何都可以 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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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可以 什麼都可以 不是說 其實就是 函數 其實就是 變速 異速 還有定速 就是 這個難以 那如果是 單純的 數學方式 可能 就沒有 但是沒有 定速 應該有 答對其他很多 數學 也在一起的話 他還是會做 他還是會做 聽起來 阿古的 沒問題 阿古 阿古 不好意思 阿古 因為我們時間有限 我們魯律師 我們應該在 台北市政府那邊的辦公室 應該有 可以免費諮詢的時間 我不確定 再讓魯律師來分享一下 因為我感覺這東西 比較深入一些 可能需要花一些時間 魯律師比較容易理解這樣子好不好 所以感謝阿古的分享 阿古也 從頭聽到尾 我覺得 謝謝阿古 對對對 好 接下來我們就讓魯律師來簡單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魯律事務所 法律事務所 以及 接下來有沒有什麼地方的演講 或者分享 可以再看到你們這樣子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搜尋一下我們的粉絲專業 我們就是魯律法律事務所 因為我們是做內容產業 我們每一個月都會辦一次的內訓 像昨天 昨天才剛 前天才剛辦完 是請邱立委 動畫長 來幫我們講說像動畫長片 這樣子 那前一次是講這個音樂的 所以我們幾乎都是會在每一個月的時候 大概在月底左右 我們就辦一下 像這樣子 那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來 來支持我們 所以你們內訓是一般人可以參加的嗎 對就是視訊我們粉絲 因為我們現場 座位有限 座位有限 我都會開放一些少量的美額 讓大家訪問 那這時候 你可以進來 跟我們聊天一下 在我們那邊互相認識 然後聊天 就想說有一些更注意過的聊天 我們都會在 因為每次在晚上 睡醒大家就可以 坐在一起聊到天後 聊到天後的地道 聊到天後的地道應該只有你而已 聊到天後的地道應該只有你而已 Tory不要回去帶小孩 OK 好 那Kevin要不要講一下我們接下來 我們這個 這個AI小劇啊 還有我們相關社群裡面的一些活動 哪一些呢 嗯 主要就是我們明天還有一場就是 就公開的 就是還在售票 就是我們明天 有一場 就在講AI分成的小劇 然後就是明天下午的 呃 我們六點半就可以開始進場 那 這活動主要是針對就是 如果你對AI生成有興趣 因為我們三個講師呢 擅長的 有一個是文字的AI生成 就是Vista老師 他在文字這一塊是非常厲害的 然後他在接觸AI之後 也研究了自己一套的 就是生成的方法 我覺得很值得大家來聽 然後另外 呃 兩位 就是講者呢 主要是分享的跟 呃 生成我們剛剛講到就是 圖像生成式的AI 就是像mejenny啊 或者是stabil diffusion 就如果你對於這一塊 AI生成有興趣的話 就是可以歡迎來參加 就我們明天還是 我們現在就是 呃 票持續就是 還有在販售中 對 那我們接下來的話其實都會 呃 持續像今天lab talk啊 或者是說 呃 小聚我們會持續就是 呃 分享 如果大家怕錯過我們的 就是活動什麼時候可以開始 買票或者是什麼時候會開始 第一當然就是我們在社群上都會分享 那第二話就是 等一下我們會分享我們的就是 電子報的訂閱的連結 那大家可以訂閱我們 就是 得到我們的活動第一次消息 那阿峰那邊還有什麼要分享 謝謝Kevin 沒問題 感謝Kevin 那大家就是電子報一定要定下來 我們每周四固定都會發一些 不同相關AI的議題啊 內容啊 資訊給大家 所以包括魯律師也是或是 賓律師也是一樣 如果威律我們這邊有一些 AI相關的文章 我們也很歡迎 可以幫大家都做分享跟轉載 也可以在我們群組裡面 跟大家互動跟交流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也完了 明天大家還要上班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結束 也特別感謝魯律師的分享 如果大家可以的話 可以在聊天室 呃 待會可以在群組裡面啊 就是感謝一下魯律師 今天晚上分享 那如果你是線上 聽到我們的Podcast的話 也可以去聯絡我們威律 法律事務所的粉絲團 參與我們威律的活動 好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結束 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鳳哥 謝謝Kevin 謝謝阿華 謝謝阿華 謝謝 掰掰 謝謝掰掰 謝謝掰掰 掰掰 掰掰 感謝你們的收聽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節目有價值 請你幫忙推薦給你的朋友 一起分享 一起成長 如果你有任何建議或想法 我非常歡迎你跟我們分享 可以透過Podcast平台下的留言告訴我們 再次感謝你們的支持與陪伴 讓我們一起探索跟分享AI的知識 會不會消失 我們接触 我們再次的攻擊 我們來看